从昨天晚上开始 网上流传一段音频 听声音大家就会听出来 这是大卫老师说的 中心内容我改进去三方面 第一个中国蓝鞋向国际蓝链 送去100场比赛的比赛录像 让国际蓝链组人看 帮助我们把把关 然后得到结果 是国际蓝链回过头来 把我的裁判好顿的扁 两层意思 一 你们的裁判 不看规则吗 怎么都不会催了呢 第二 如果你们的裁判造成 少20%的话 你们这么多联赛 水平将提高一大步 我敢说 这段录音 相信这位老师说的 能有95%以上 而且这位老师还说了 我说这个事情 是系统一个故事 要说来些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 今天先说一个 哪位敢站起来说 我说的不是真的呢 直接向中国蓝链交板 那么老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老他实际上说 这位老师 前段时间据说被警告了 而今天这个 或许 是被警告 一种回声 我觉得你做罪 因为前面的被警告 中国蓝链告诉各种媒体人 不许评论裁判 为什么就不能评判呢 你的裁判是圣人吗 恐多是圣人 连先多年来 被评论的不止几个来回了 CB这边 今天要调整支法的尺度 这是录音皆知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官方 可以给声音呢 说今天裁判 在支法方面 一定要和国际接轨 要尺透了国际蓝链 下法的最新规则 你发表个声音 不就可以了吗 重点的地方 重点谈 对抗的时候 要鼓励 不规范的上手 和害人动作 要严吹 严罚 你有人的官方声音 不就好了吗 结果 你被小刀消息 和自卑体 给压过去了 你找谁呀 但是老师 必须把话回过来讲 今天老师说了 蓝鞋 送了100场比赛录像 我觉得蓝鞋 要送100场比赛录像的话 你也使你把国际蓝链 当成你手下的打工之类 来使用了 100场比赛录像 我给大家算个照 剪辑好了以后 一场比赛两小时 100场200小时 组织教练员 给看中国的比赛录像 一天看8小时 25天 可能吧 100个案例 你都未必 能找到人看 中国蓝鞋 想请国际采办委员会 到中国来 组织裁判员 搞事讲学 那都是大动作 谁给你看 一半场录像啊 我觉得真的不可能 第二个 国际蓝链 是不会以 私人的名义 打电话的 一定是公寒 这里面说 打电话来了 你们不看呢 等等的 我觉得 这不是村民之间 相互打电话 怎么这么简单呢 可能吗 最后 我想借这位老师的话 说下我的观点 老师说 如果裁判的哨声 少20% 中国联赛的水平 将提高一大块 这个 我觉得是赞成 但是必须注意 要想减少哨声 必须规范 比赛的行为开始 而不是 见到犯规 不吹 对他们在场上比赛 逼犯了 没有犯规了 没有不可理动作了 自然 哨声就不响了 减少20% 那很简单 这就说明 CB方面 想把 比赛的规范程度 通过裁判 去矫正的话 那是种完全错误的思维 所以说 这位老师的话 和拦协自己的行为 到底球迷们 该怎么去理解 我希望 人家见人 志在见智 回路